找路 找產品 找服務 其實暗示了你在哪裏要告訴系統 徐相科技又專注於室內定位 地圖方向和一些導航的平台 在去年疫情的時候 我們亦幫香港政府做了一個居家抗疫平台 是一個專業的工種地盤 他們現在在地盤智能化 用不同的IT技術 其實他們進去不可以用業餘的思維去做這件事 因為每一個行差踏錯都是一個人命的影響 做個APP出來應該用來溝通 所以我們提供一個即時通訊的介面 給他們管理所有東西 另外我們覺得地盤每一件物件 甚至電箱和安全帶 其實跟工人有互動 怎樣做這個互動 怎樣給主動權的工人 這隻錶是唯一一個最自然的途徑 因為我們的手會自動跟物件動 很自然 不用調 基本就是位置功能 因為它懂得發射藍牙或其他信號 另外可以加不同傳感器 譬如他的心跳或是他的步驟 這些我們都會記錄到他的資訊 一些照片收到一些平均值 譬如他的血糖或是他的體溫變化 這些信號亦都可以收集 要看錶或容額順便加 其實整個地盤好像我們剛才所說 是一個數碼互動的場地 我們可以賦予不同的物件 一些自動化的功能 我們在想怎樣可以給一些特定管理者 可以開啟 或者可以隨時變成一個管理者 才可以開啟 所以我們就用數碼前設的鎖 寫在這個物理鎖上 管理者的那隻錶 走過去按一個按鈕才可以打開鎖 這些應用可以應用在不同的地方 即是私運 所有東西都可以做互動 譬如同一個安全帶互動 只有這個工人才可以走過來這個安全帶 可以踏著其他意外 不用不斷響鬧這些動作 大家每天去找東西 首先 找路 找產品 找服務 其實你暗示在哪裏要告訴系統 我找廁所一個句子 其實你在哪層才會知道廁所在哪裏 大家沒有留意這個問題 我們說最便宜的衣服在哪裏 其實最便宜的衣服在廣州天河 你不會走過去 錢是在你附近最便宜的衣服在哪裏 又是暗示了一個位置 所以我們圍繞著主題 跟不同的發展商和其他人溝通 在地盤這個主題其實一樣 你有沒有進入危險區 其實牽涉到你是誰 可能有某個工種是要進入這個危險區 還有你何時進入 這個自動化就是一個位置的結合 以前所有的管理器和CMS 其實要人手輸入也沒有標準 譬如現在地盤的管理軟件 要人手打四樓哪裏區或是哪裏房 下一個人打是哪裏區 有一個質量的轉變 一個完全不同的應用 就會出來